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刘杰忠 南加州桥界在八月份将举办两场纪念活动 要向二战时期英勇抗战的军人来致上最深的敬意 在最近也邀请到一些退伍军人 谈到当年的历史虽然已经超过九十岁了 谈话之中仍旧是身材意义 为了纪念二次世界大战审理七十周年 南加州桥界举办相当多场活动 庆祝这段浴血奋战的光荣历史 洛杉矶盟军退伍军人协会 特别邀请到曾经在中国战场上 英勇对抗日本军队的向士们 超过九十岁的他们老当益壮 现身说法带大家回到七十年前的历史现场 希望利用这个机会透过展览跟纪录片 还有座谈会的方式 让世界大家了解到占和平的可贵 让年轻的一代更理解到二战时候 中美合作的一种难忘的历史回忆 由于他们的贡献 我们能够享受了将近七十年的 相对讲和平稳定 没有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幸福日子 那么对于中国人 华裔美国人而言的话 这个最伟大的一代有双重的意义 有更大的意义 因为它包括了二战时期 美国的退伍军人和中国的退伍军人 所以我们必须要利用这个机会来感谢他们 我们非常荣幸也同时也邀请到了 这一次来自中华民国退伍军人学会的会长 也就是高仲年将军会亲自到这里来 帮我们做一个专题演讲 同时也会跟美军的退伍军人学会签好一个友好的合约 那么让我们中华民国跟美国的这个退伍军人学会的关系会更进一步 另外我们在这一次也会颁奖给 由这个退伍军官兵的高将军会颁奖给我们中华旗队 还有我们退役军人学会南加峰会的会长会受证 那么在8月15号的早上11点钟 我们在这个Bob Hope的爱国纪念馆会举办这个活动 是Open for Public 大家都可以来参与 除此之外8月29号星期六下午1点钟 在南加州洛桥中心将还有一场庆祝九三军人节 抗战胜利以及台湾光复70周年的纪念大会 将播出南京大屠杀 重庆大轰炸 长沙会战等等的历史纪录片 并且颁发抗战纪念章 向退伍军人致敬 有兴趣参加当天活动的观众朋友 请与洛杉矶荣光联谊会联络 中天频道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